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李连杰从八岁开始习武到现在为止 三十二年的时间 他曾经创造很多很多的记录 不过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弘扬佛法 待会我们让李连杰跟大家仔细聊聊 谢谢 来 请坐 接下来我们再来欢迎我们最崇敬的一代禅宗大师 也是宝可山的创办人 最近才刚刚获得总统文化奖菩提奖的圣言法师 圣言师傅一向强调要提升人的品质 建设人间净土 他们两位都发下了宏愿 今天要把他们两位的理想跟各位分享 两位闺蜜请坐 是不是师傅也可以先告诉我们 什么叫做无名 那就是说没有名字 事实上我们在出生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都是没有名字的 在出生以后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了名字 可是这个名字都是假名 这是一个符号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某一个人呢 不一定 因此许多的人追求虚名 实在是很愚痴的事 最好是无名是最好的 但是大家都叫无名的话 那也麻烦 所以名字还是要有 可是呢 你把名字就是当成一个假象的 一个虚有的一个幻象吧 所以第二个无名呢 是指的没有智慧 指的是烦恼 指的是没有慈悲心 指的呢 指的常常呢 作茧自福 常常呢自害害人 这是第二个无名 所以今天呢 好像是李连吉在问我 无名是什么 在我的解释呢 李连吉是无名 我指的指是下边第二个无名 他来问我这个无名究竟是什么 其实今天我们本来想做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无名问无名 就是心中不了解的 自由自在地把它问出来 倒是想问一下李连吉 你是一个 所要师父讲的 有名的人 这个名 名气 名声 当然也是名相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 追求名 但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发现 其实这个名 也只是一个假象虚幻而已 那这之后 你的形式座位 有什么样的改变 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 老师 你的生活中的老师 还有你的教练 都不断地告诉你 你要出名 你要努力去拿冠军 那么后来你拍电影 也希望成功 所以对名 这个名后没有带着力 所以 那么就是说 在年轻的阶段 追求得非常的 可以说是一个奋斗的目标 对一个名 那么 我想到了一定的年龄的时候 你开我开始反省 其实名 后来给了人一种符号 就是像师父讲的 那么如果你把那个符号给套住了 把你自己 你就会很累了 你就会被名所累 所以呢 无名是比较好的 因为无名呢 没有名字 也没有人套住你自己 你的心可以这个 很奔放 我想 任何人 任何职位 都是一个工作 就像演员 你前面加了说 明星 巨星 功夫皇帝 宇宙大帝 又怎么样 如果你自己 把自己真的摆在那儿了 那你一辈子就被名所累 所以还是无名的好 还是无名的好 好 但是呢 第二个无名 就是心中的一些烦恼 那这个时候 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解除 心中的烦恼呢 我想 今天很多很多要问 说两位 一位是在宗教 一位呢 是在电影武术 这两个人之间有什么交集吗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交集的 因为不管是学习武术 学习宗教 都必须要专注 而且呢 都要靠其中的一个 非常强烈的意志力 来锻炼自己 两位都有这么一段 非常长的时间 自我锻炼的过程 是不是可以谈一谈 师父先谈谈自己 自我修炼 修习佛法那段 自我修炼的过程吧 我是没有什么修炼的 我只是混了混了 混过来的 哎呦 真可惜 但是呢 但是呢 我不放弃我的初衷 说初衷就是最初的心愿 或者是最初的方向 人生的方向和目标啊 一开始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 就已经有了 也就是当我出家 比如说十四岁的时候啊 已经把那个人生的目标 已经建了起来 那在这个目标之下呢 我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做和尚 如何得就是把和尚做好 就够了 所以做一个什么样的和尚 自己没有一点呢 所以预期着 自己成为一个什么 武生文生高生 什么生都没有 那就是看一看 自己能不能够 走到什么样的程度的 这是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因缘 有自己的所谓 福的因缘呢 每个人都不一样 一个是呢 过去世带来的福报 第二个就是 我们这一生 自己的努力 那么再加上环境呢 的状况的配合 这人不能够说 一开始啊 就自己希望做到什么程度 就能做到什么程度了 但是我只能够想到 我做一个和尚 一次呢 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 或者是遇到啊 任何的状况 也就是诱惑 这是名的诱惑 利的诱惑 像我做和尚的人呢 女色的诱惑 也需要这个考虑 那是我的一盏红灯 名利女色是我的灯 这个灯是永远的亮着的 那这个呢 我怎么不碰 怎么样子也不碰它 那么这个是我的坚持 所以我到现在呢 还算是可以了 不是没有像 李连杰那么 这个功夫皇帝 我也 我这个窃盖 是不是刚刚特别提到了 有名有利 还有甚至有女色的诱惑 好 要不要谈谈 举一两个例子 当时您碰到的诱惑 是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 您当时对自己说了什么 又怎么去解决这个诱惑呢 凡是当自己啊 有一点成就的时候 这些状况就会出现 我举一个例子 就是在日本 在留学的时候 我快要完成博士修备的时候 那第一个 就是我的一个教授呢 给我介绍一个女朋友 而且呢 这个女朋友呢 她 这个女孩子啊 就是她的父亲 也是个和尚 她家里有一个庙 但是父亲过世了 那么在日本人呢 如果父亲过世了以后 下面没有儿子继承的话 那么这一家人 就要离开这个寺院 要这个家庭呢 就是生了一个女儿 因此需要找一个和尚的女婿 在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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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找到了我 那找到我以后呢 而且就是来相亲啊 来看 那女孩子蛮漂亮的 你还记得 还记得 这个跟艺术山差不多 谢谢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应该做什么的 我说我是个中国和尚 我还是做中国和尚 还有呢 就是 这个利益啊 我倒是没有碰到了 但是呢 这个拳和尚 像这一种啊 都会诱惑 那 我就 从 日本到了美国 然后我在美国啊 弘法蛮好的时候 我们在台湾呢 就有人 希望我 能够把 这个做国大代表 这个 这个 而且非常 非常殷气 非常殷气 要我做国大代表 那结果呢 我说我这个人呢 这适合做和尚 国大代表 我说 我也不会打架 所以这个 我还是拒绝了 累世的状况 在我的生命过程之中 还是遇到蛮多的 嗯 绝对不放弃初衷 就是一开始 出发心 还有刺激 打击 也需要 这个 要通得过 所有的考验都要通得过 还好 师父没有去当国大代表 不然现在也被废了 那我想问一下李连杰了 李连杰从八岁开始习悟 他曾经说过 他小时候非常非常的乖 跟一般人 想象当中去学武术的小孩 调皮到 但是不一样 小时候非常非常的乖 可是呢 就在因缘机会之下 他比较晚去念书 才一年级的时候 就被选为 去做武术的训练 这是一段什么样的因缘呢 也请李连杰来谈一谈 在这段时间 你是不是也是跟师父一样 不改变初衷 还是你常常想要变 常常想要放弃呢 我经常改变 经常改变 经常想要放弃 在我八岁的时候 我根本不了解什么是武术 只是大人让我去练 我就去练了 那大人让我去拿冠军 我就很努力去拿冠军 当然 因为很小就可以赚钱 养家糊口 我从小没有父亲 所以我很开心 就是说 我发现拿冠军可以有钱 有钱可以养家 那 到了拍电影 一部少林寺 也可以说是跟佛 马上就结了缘吧 因为我拍到一半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听过 就是说 我们要学一些礼仪 佛家的礼仪 拜佛才可以拍 那么当时有一位方丈 就说 哎呀孩子 你与佛有缘了 那就在此地出家吧 我们这个导演说 别呀 我这电影还没拍完呢 不是全功尽弃了 那我就拍了电影 其实我很喜欢武术 我觉得武术是中国的一个文化 那么应当把这个武术 通过电影带到全世界 因为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这个政治理念 不同的皮肤 大家都需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那所以我抱了一个很大的愿望 去把武术 传播给全世界 但是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 我再反思 我发现 如果一个人 光是强身健体 而自己的心灵 并没有解决自己的障碍和烦恼 那那个身体也练不好 因为我跑步机 我在跑步机上跑步 我心里还是说 哎呀 这孩子这么不听话呀 怎么 哎呀 我老婆怎么这么又买东西去了 这是说 因为你的烦恼的情绪 使得你的光是肢体的运动 可能 对身体反而是有害的 嗯 所以在追求了这个以后 我在 我在现在这个阶段 我觉得心灵的平静 心灵的美 才是更加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有一个健康的心灵 一个美满的这个 这个理念啊 那么对身体 对社会 对家人 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我现在 就是很开心的 能够和师傅啊 和大家有缘坐在这儿 分享我一些学佛的经验 和感受 因为我很开心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分享 谢谢 是啊 你要不要讲讲 其实学习武术 给你的生活 带来很多很多很精彩 让令人回味的一些记忆 要不要谈谈 呃 因为我学武术以后啊 我很小就拿了 全中国的全能冠军 嗯 这就是一个名啊 全能 所以就有很多荣誉 那我自己经常在想 这个全能 我并不全能啊 我只会一部分的 武术几千年了 怎么可能我做到全能呢 我真的像所有的孩子一样 想去做这个全能 所以我就去拜师傅 在民间 拜一个师傅 他说你要学太极拳 但是你要学一辈子 我说 哎呀 这辈子学了太极拳 那还怎么办呢 那第二个师傅教八卦 是吧 你也要学一辈子 所以拜了十个师傅 十个师傅都让我学一辈子 我说坏了 这要做全能 真的好几辈子都做不完 嗯 所以我就开始放弃了拜师的这个这个 我就开始往内去寻找 因为老师都是往我 就是往外去寻找 叫我 我开始反思 就是说 我要从理解上 理论上去了解 这个这个这个武术 那么武术当然就牵扯到 阴阳 嗯 从无极演变到阴阳 阴阳简单来讲也就是男女高低 这个我们所谓的相对的世界 那么从阴阳变成四象 四象变成八卦 才演变的万物 所以我当我 不断地研究这个的时候 我基本上 已经对人世间的这个 政治 军事 科技 家庭 所有的矛盾 为什么有困扰 为什么有矛盾 都有一个简短的 就很简练的理解 我就把武术这个知识套到了生活中去 啊 因为当你阴阳相对的时候 家长 就看孩子老是不争气 这个打工的老说老板 老加实不加人工 所以 因为我们是一个相对的 老去 就是complain 对面的这个这个不满 所以 我尝试着 在我没有学佛的时候 我已经开始尝试 试着到对方去看一看 到对面去看一看 因为我有做过老板 我又做过拍电影的 所以我知道两边的苦衷 嗯 所以变得我的思路呢 就比较开阔一点 这对我的人生 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嗯哼 谢谢 好 云敏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在你不断的攀向高峰 电影高峰的这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去解决你曾经碰到的一些难题 甚至是别人背叛你不信任你这样的一种困境 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 其实我跟大家都一样 在我的人生道路上 遇见很多的顺利和不顺利 那么比如说身体的伤害 在我拍电影以后 头七部电影啊 差不多 每一部都断胳背断腿 不是腿断了 就是胳背断了 就是手断了 都有很多的障碍 那么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想说 如果你选择了做个士兵 你就要去死 有机会去死 就说基本上是一个常人的理念 但是蛮意志坚强的 那么我很多问题是用阴阳去解决 去这个思考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更大的突破 是我在五年前在台湾皈依了这个密宗啊 皈依了佛教 成为一个正式的佛教徒以后 我才恍然大悟 其实我从小到大的生活好像 蛮像一个出家人的 因为我从小赚钱全部给妈妈 大了赚钱全都给老婆 所以我无牵无挂 原来我对名和利一直都看得不是很重 所以这为什么在我九七年的时候 我已经想放弃演艺事业 就是说专心的修行 了解这个佛法 那我的老师啊也是我的上师啊 他是坚决反对我去退休 他希望我继续的努力拍电影 并且当然密宗修一些法 破除一些障碍 那么他认为我有很大的责任 那么我也不知道这个责任是什么 那经过五年的就学习佛法 那见到很多的大功大德的师父 那我真心的感到原来 我是要跟大家去分享喜悦 原来我今天这么开心 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 在各方面 你说顺利和不顺利是也 我看得很透 我觉得 负一百 正一百 造头了 这个电影不是好 就是坏 就是还可以 这么多评论 只要我努力了 我不追求那个后果 我追求这个过程 我每天都很开心面对 那 所以佛教对我的人生 期待了很大的改变 包括我太太 也是一个佛教徒 我们都很开心生活 好 这是李连杰的佛源 从97年开始 师父我们刚听了李连杰 从他小时候 到他开始拍电影 来至于到97年 他那时候本来想要 要退出电影圈 要专心向佛 可是呢后来 又有不同的启发 那么他现在又继续 一直不断地努力 淡问耕耘不问收获 您听了他整个历程下来 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我们传统的认知 所谓修行 大概是出家吧 或者是修行呢 就是躲起来 到庙里面去 敲墓去打坐去吧 这种的确实也算是修行 可是呢修行有所谓解脱道和菩萨道 有两个项目的 所谓解脱道就是 自己修行 断除烦恼 自己能够从世间的烦恼 而得解脱 那这种修行 往往需要一长时间 那需要呢离开人群 离开的这个热闹的社会的环境 另外一种叫做菩萨道啊 菩萨道就是发菩提心 有大慈悲心 一大慈悲心修菩萨道呢 这看起来是比较难的 因为在啊 诱惑的刺激的混乱的大环境之中 自己还能够啊 把握住自己 不受环境的影响 而去影响环境 那么这个就是不容易啊 因此像李连吉菩萨 他是修的菩萨道 那他的上师 希望他能够啊 继续地 从事他的事业 那在从事事业 他的目的 不在于为了明 所以叫做无明嘛 不是在于利 钱是要的 但是呢 钱是用到什么地方去 不是为了自己的享受了 所以 呃 他的影响力 那就是 告诉人家 应该 用复法来帮助自己 呃 复法 是这么的好方 但是呢 需要有人去弘扬的 需要弘扬的时候 就是依圣示范 或者是呢 我们叫做啊 献圣说法 那依自己的 生活的 这个形态 和自己的心态 以及跟其他的朋友 相处的时候的 呃 自己的表现 那这个呢 是最容易感动人的 也最容易感化人的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 要弘法 所以 像李连吉普少 他这样子 呃 现在是到处都是准备要弘法 呃 那么在好莱坞里边 另外还有几个人呢 是西方人呢 他们是副教徒 他们对西方人的影响蛮大的 因此 我相信 李连吉啊 他是在我们东方人之中 会有很大的影响力 那对西方人 看到了电影 曉得你是副教徒 我想会有影响力 另外呢 现在今天中国的大陆啊 副教徒 人数好像是 呃 不是很多 在以目前来讲的话 可能不到一亿人口 是副教徒 那 我想 李连吉普少呢 对于 我们 东方人 亚洲人 特别是华人 在社会之中啊 能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那你就是 你的任务啊 就是到这个世界上来 弘法立身的一位大佛上 要不要告诉我们 最近这几年 当你潜心 学习佛法之后 你的生活形式 你的观念 怎么样有些具体的改变 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 其实还是说这个 从明开始 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 我觉得 因为一直放不下自我 我们的工作 可能是个娱乐界 所以被社会 传媒的爱护 观众的爱护 把你推到一个蛮高的社会地位上了 那么自己呢 很容易下不来 不能够面对这个失败 或者舆论的压力 那么 学了佛教以后呢 其实你会很清晰的知道 我只是工作的不同 性质的不同 每一个人 在人生的旅途上 都有高潮和低潮 上至总统下至平民百姓 都有这个波浪 所以我们以一个开怀的胸态 看待这种无常 所以我很开心地面对着 等待着失败 那真的 真的很开心等待着失败 我跟很多人都讲 我跟太太也经常探讨佛教 那么 比如在 就是刚才我说过 对于事业 很多人认为佛教会比较被动 或者消极 但是我的理解并不是 我非常的努力 去工作 但是 我并不理会那个结果 也就是我不执着那个结果 我很努力 有人 就像 我每天都在跟朋友开玩笑 跟相太太啊 跟很多人开玩笑 我说我经常在天堂地狱来回走 真的 就最近一个月 比如说我去了日本 作为一个宣传英雄的这个 一个一个明星的身份 所以你受到的鲤鱼啊 待遇啊 种种套房啊 前呼后涌的保镖啊 传媒啊真的 像一个世间法 世间的人看来好像是很 很开心的事情 很英雄 对 那完了我去跟太太孩子去 去温泉 还一天洗五次澡 泡在温泉里 那我回来 我去到上海 没有任何街 我们两夫妻坐着出租车 抱着孩子 我也同样这么开心 因为 我觉得没有任何区别 对我没有任何障碍 这就是佛法给我的智慧和力量 那么我又去了青海两个礼拜 哎 坐三天车进去 坐三天车出来 在家闭关七天 十三天没洗澡 我说我就开玩笑说 哎 那个在日本洗完了 所以现在不用洗了 哈哈 那么 所以对明和力作 我们社会上所看到的一些 因为佛法的智慧 所以 对我个人来讲 啊 没有任何的障碍 我可以很开心的 我说 你给我一碗鱼翅 和一碗公仔面 我会很开心的把鱼翅干掉 但是没有鱼翅 你给我一个公仔面的话 我会跟吃鱼翅一样的开心 把公仔面干掉 这个就是我 对于明和力的看法 那么在事业上 我觉得 就像我说 五年前我已经对于自己 没有太多的要求了 那么 我会积极的努力去拍一些电影 虽然很困难 去在一个暴力的电影里 宣传一些善良的信息 是一个极难度蛮高的东西啊 但是我还是会努力的 在各方面去跟大家去分享 心灵的快乐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特别是年轻人 还有不同的肤色的人 我觉得 你学了佛法 学了禅定 对于你的智慧 你看在这个世界的角度 都豁然开朗 嗯 我觉得 我觉得非常开心 当然家庭也是 比如说 像所有的家庭一样 太太问了我十几年 每天都在问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我像每个女生都蛮喜欢 问这个字的 那你刚开始十年前一定是 哎呀我爱死了 哦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当你说了十年以后 你就会说 哦耶我爱你 哦耶 这样 但是我 有一天突然的 想通了 当太太问我说 你爱我吗 我说 你认为我爱我自己吗 他说当然你爱你自己了 我说就是 因为你是我的一部分 我还用说什么吗 好厉害哦 所以 所以 我会觉得 所有的朋友 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 都是我的一部分 我都是他们 所以呢 大家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如果我有喜悦 我一定愿意跟大家分享 谢谢 我们常常讲啊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所以呢李连杰 当他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他重新为自己做定位 他也发下了这样的怨心 要把他的大半生 最多的时间跟精力呢 做在弘扬佛法的工作上面 哦 那么当然透过你的电影 这是最容易跟大家 最popular 最通俗跟大家大众接触的 一个法门 一个方式 也可以来做个表达 不过同样是四十岁 圣言师父四十岁的时候呢 也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决定 师父要不要谈谈 当您跟李连杰现在一样大的时候 您那时候做的决定 当时的想法是什么 是不是也是一样 有一个怨心在 这个怨心其实就是 为了众生 而非为了小我 李连杰在四十岁啊 已经红遍天下 大家都知道 李连杰是功夫皇帝 我在四十岁的时候默默无闻 谁都不知道我 我在三十九岁啊 去日本留学 那个时候 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华侨 愿意呢 全额的资助我读书 可是呢 因为台湾呢 有一些法师 一些居士 就跟那位马来西亚的华侨讲 所以这个法师啊 年纪轻轻的啊 在台湾已经算是科医的法师啊 把他送到日本去 可能要来会还俗了 你不能够支持他 你就支持他 就送一个和尚到外部去 变成一个在家人 这是你的罪过大了 结果呢 这位马来西亚的华侨呢 就没有给我支持了 那我就这样子到了日本 到了日本以后 我随时啊 准备回台湾来 因为我没有后援 同时呢 我也不希望把这个衣服脱掉以后啊 去打工 就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熬了一年多 那到了40岁 那么40岁 那我就完成了我的素食修位 完成素食修位以后呢 我就准备回台湾了 可是呢 有一个人跟我讲 如果你继续读书 那就是我的教授 继续读书呢 你可以完成博士修位 就是过去 日本人呢 到中国去求法 是那么的艰苦 现在中国啊 副教的人才很少 就是在日本一定要把素剁完了回去 那才是能够跟 中国的 佛教界 或者是中国的佛教呢 要能够起始回生 那我得到了这个鼓励 以后 我听到我的老师讲了一句话 他说 你不要担心钱的问题 你也不要担心生活的问题 实在没有办法 他说 我可以带着你啊 去化缘 他说 为 这是为我啊 去化缘了 而且他跟我讲了 这样子的一句话 他说 道心之中 有一时 一时之中 无道心 也就是说 生活之中是没有道心的 就是为了生活 为了生活 那是菩提心没有了 慈悲心也没有了 愿心也没有了 但是呢 如果你有菩提心 如果你有愿心 如果你有为这个众生 而奉献的心 那一时生活是不会有问题的 那我就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一直坚持到现在 那就是 一时之中 无道心 道心之中 有意识 有道心 一定有意识 那这个呢 我是不是跟你年纪差不多 我想差得远了 因为他现在是功成名就 我那个时候是 名不见尽传 谁都不知道我 怎么能够相比 对不对 过去 在中国武术电影当中的 英雄 的英雄 都是全知全能 甚至呢是要 以暴制暴 可是 在李连杰的心目当中 他觉得真正的英雄 应该是 以暴反暴 你要不要谈谈 你怎么样把这样的理念 融入到你的电影当中 其实这是我的理念 也是学佛法的心得 但我也知道 我们现实社会中是非常困难 比如说我带了一个编剧 要拍一个西藏的喇嘛 去纽约的故事 电影公司马上签约 马上付我一千两百万美金的片酬 那么 我带了一个编剧 去了西藏 走了青海 走了三个礼拜 写好了剧本拿回去 他们说 对不起 退钱吧 因为没有打 没有打 没有打 谁看李连杰啊 那我说 如果 如果 范蒂冈一个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一个传教士 走到纽约街头 从教堂一出来 就跟人打起来了 这 这也不行啊 对不对 那么电影公司说 这个商业素材太少了 我们不能拍 所以现在我要退钱 我还要自己拿一百万美金 去把剧本买回来 那么 其实我说呢 就是说 其实在一个商业社会里 并不容易 那么 我是尽可能的 不要指望 我每一部电影都充满着佛教的思想 这是不大可能 但是我会在所有的这个传媒呀 走日本呀 走向全世界的地方 我都会在不同的场合去谈佛教 对我们的 对我个人的影响 那么 真的不容易 在一个商业的社会里 你知不知道 我常常在想 我要不要去去面对 全世界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传媒 广告 这个 你知不知道 你走到哪儿 看到电影电视杂志 所有的地方 全部是物质 哎 鞋有多好 车有多好 卖楼有多好 房子有多好 全部是物质 多少公司用这么多 去铺天盖地的压向我们 包括 饮料 包括任何东西 但是我们追求心灵 追求心灵的平静 要跟这个物质社会有一个 巧妙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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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 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条路 也非常艰苦 昨天我跟师父请法的时候 我还说了我的一些想法和计划 师父闭起眼睛 很难啊 最少要十年 不过你去做吧 我一定会去做 因为我 这个 只有在我们的虚空中 佛 一直在每个人的心里 不用广告 只要我们心怜心 就一定可以 对更多人造成心灵的平静 谢谢 我来问你一个问题 师父要问您问题 因为你是呢 在五年前开始学佛 真正的开始学佛在五年前 现在我听到你说 因为明明也有了 生活也不错啊 钱也有一点了 所以是呢 要把你自己的世界呢 来去弘扬佛法了 要好好的学佛了 那我想请问你 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这里 他们名还没有出来 他们的钱也不多 他们是不是也可以应该学佛了 好问题 师父看来不是问题 是考我 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 我们都经历过 很多人都经历过 最主要是自我的价值观 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都是得到家长和老师告诉我们 我们要努力学习 我们才有知识 才奉献这个社会 就是怎么样评价你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人 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 常常去埋怨周围的世界 而不是自己去检讨自我的内心 比如说我们埋怨 哎 父母你生我 你怎么没有钱啊 你怎么不把我生的 跟林星霞这么漂亮啊 我也不用学习 也可以拍电影啊 就是我们经常去 责怪老师社会周围的 我们很少有我们的教育制度去 启发我们 去衡量我们自己 内心里到底是谁 我们应当做什么 我们喜欢比较 就是说 你看成龙 这么多钱 你看这个 这么多钱 我命不好 我全部是怨天怨地 但是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摆在我面前有可乐 咖啡 黑茶什么 其实这些名语力 并没有说自己的好坏 是我们自己说 我喜欢喝茶 茶是好的 所以我要奔茶走 其实水在旁边听着说 茶也没说好坏 你也没说好坏 是谁告诉你好坏 其实就是说 自己的内心怎么样确定自己 最大的敌人就是自我 我们要开始习惯 去多读一些佛教的书 那么这样你就会有智慧 问自己 我是谁 我要做是谁 每个人 不管你做明星 做总统 你自我 都有一个价值观 怎么样得到和付出 就是说 总统有他的烦恼 有他的痛苦 富翁有他的痛苦 有他的执着 没有一切 也有没有一切的执着和烦恼 必须要在智慧中生起 你对物质的追求和对明的追求 当你知足的时候 你会开心的不得了 这个开心 不是物质可以给予你的 这是你内心生起的 你了解了宇宙和我们这个物质社会 所有的结构的概念以后 你从心里的身体 所以我和太太 每一天 真的 我们只是念说 哎呀我们非常的知足 我们非常的开心 我们要把这个喜悦 分享给众生和朋友 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比起李嘉诚来 那钱差的远了 真的 我们比起汤库鲁斯 那名差的远了 但是如果我不知足 我到死那天 我还是痛苦的说 哎呀我怎么没有汤库鲁斯出名啊 我怎么没有李嘉诚那么有钱呢 我怎么没有总统那么有权力 所以什么是权力 什么是明 必须用我们的智慧 从佛法中了解 生命的价值 这是我这是我的感谢 谢谢 谢谢 您满意李连杰的答案吗 应该说是相当满意 因为他指出一点呢 就是人不是为了明 为了利而生活的 人的快乐 并不是因为钱的多少 名利大小而快乐的 而如何得让自己快乐 这是最重要的事 那是自足 自足呢 能够有多少 都很快乐 这叫自足 多能够住 少也住 能够有很好 没有也没什么关系 自己生命很要紧 自己生命的品质很重要 那就是修佛的好处 所以修佛的人 不一定要排斥名利 有名有利很好 有地位也很好 但是呢 如果没有佛法 有钱也好 没有钱也好都很痛苦 所以要不要讲一下 两位 当你们在不同的年龄阶层的时候 你们所最珍惜的 而且更看重自己所拥有的 经常告诉你 我要知足 要感恩我现在所拥有的是哪些 在不同的年龄层 师傅 当二十岁的时候 您的想法是什么 三十岁四十岁 乃至于到现在七十岁的时候 您的想法 我也有不知足的时候 我也有不知足的时候 就是 我只或者是呢 就是说有其他的资源 就觉得 租金建筑 那在这种状况下 这希望能够多一些 所以 我一直到现在为止 现在我在 我们那个团体 正在要办交友事宜 现在 我就出少钱了 还有呢 我也出少人了 人也不够 钱也不够 还有 常常遇到 一些 状况 那我的智慧也不够 常常遇到状况的时候 有时候 我也会生人家的气 我觉得 我慈悲心也是不够 这就是 觉得 不能自主啊 这个慈悲心 智慧心 都不够嘛 那另外呢 我 可以说 一生都很快乐 当 遇到啊 有所不住 有所困难 这个时候呢 我不会说 笔上不住 笔下有余 我不跟人家比 我也不跟 过去和未来比 我不跟我自己比 我不跟任何人 其他的人比 我只是怎么做呢 我说我现在 还不错 我还能够活 现在我还有呼吸 现在 我当下这个时间呢 我还至少 我能够 让我自己快乐 我不要想的那么多 常常 常常告诉自己啊 这个 船岛桥头 自然 自然 任何事情 到了 不得了的时候 还是可以过去的 嗯 但是呢 也有真正不得了的事 真正过不去的事 过不去的事 怎么办呢 过不去就不过了嘛 这个也就是李连杰刚才讲的 他自己 现在过得快乐 现在好 自己说过去的 过去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还没来 那现在 我能够做的 我尽我的力 能够解决的 能解决的 不能解决的 就接受他 那 我这种是快乐的 可能 这个艺术上也知道 可能很多菩萨也知道 也许李连杰还不知道 我有十句话 说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还有什么 放下他 你们怎么全部都知道了呢 就是 面对他 接受他 处理他 然后放下他 如果能够放下了的话 你不快乐 这个很奇怪的是什么 如果不快乐 那表示没有放下 那练习的方向 我 这是告诉大家 我是这样子 面对自己的生命 所以 我都没有觉得 我的生命之中 有什么不快乐的地方 想问两位 把握当下 目前最希望 做什么样的事情 目前你的最大的 愿望是什么 李连杰 其实我想 在座的还有很多人 都对佛法有一定了解 比如说 人生难得 我为什么去学一个法 就是我要去了解死亡 从经文上了解到很多 关于人生难得 和这个无常到死亡 但是光是从知识上去了解 怎么样更用心的去体会 这才是我要去学 这个法的目的 那我觉得只有我们了解了 和体会到了死亡 我们才能会更加珍惜当下 珍惜每一刻 你身边的人 所以我个人的体验就是说 我很努力珍惜每一刻 和每一天的工作 但是后面我真的还不知道 我管他那个结果 不是很好 就是很坏 就是还不错 普普通通 那我努力的享受今天的这个 每一时间每一刻和分享 我的感受和我的朋友周围的人 只要你专心 就是说专心念佛 只要你把这个信念放在你的工作中 生活中 家庭中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你的家庭一定也会美满 事业也一定会成功 因为我们的网念太多 我们的梦想太多 光活在梦想里 不管是负面的和正面的 都会对我们今天 当下这一刻造成一些障碍 所以这是我的感受 谢谢 所以啊 生活无处不修行 但是要随时关照自己的心 看自己的心 是不是正的 是值的 是清明的 是安定的 随时养成这种 关照自己心的一个习惯 还有这样的一种方法 不过可能很多年轻朋友说 我也知道我应该跟我自己对话 可是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怎么样能够真的 关照到我自己的心呢 要不要告诉大家 有最简单的方法好不好 师傅 很简单的方法呢 比如说你会持咒的话 你今天咒语吧 当警戒险前 当状况发生 当心里面呢 有个平衡的状况 出现的时候 你持咒啊 念佛啊 都很好 你念观音菩萨 念阿弥陀佛 或者念阿弥陀佛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这是习惯的 有了这状况的时候 马上你的心 不要被那个环境 不要被当下的这个心境 所动 所 跟他 跟他跑 我们这叫做 心不随静转 心呢 不随静转 在 如何能够心不随静转 是要有方法 方法是什么 最简单的方法 是念佛 念观音菩萨 正好是持咒 那我呢 叫人家观呼吸 还有观我们自己啊 观想我们自己当下的心情 那个心情快 这个心情不舒服 你为什么还要继续下去 心情在浮动 你为什么让你的心情怎么浮动 那这个就是进一层呢 是用禅修的方法了 我记得师傅还曾经告诉我们说 当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的时候 不管是怒气或者是悲伤 其实做深呼吸 体验自己的呼吸 体验到自己的存在 也是一种方法 安定自己的方法 是不是 观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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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呼吸从皮肱出入的感觉 或者是呢 关系自己的心情 那这两种啊 就是观身受 这是基础的修行方法 身 身体的受 感受 触受 那这个心情就会暗定下来 观身受 好 来看看李连杰你自己的方法呢 也有很多朋友问我啊 就是说你工作蛮忙的 你到底怎么样修行啊 嗯哼 其实我没有在见这个圣言法师之前 我就 拜读了很多师傅的这个书 所以我基本上 是一种生活禅的修行方法 因为繁忙嘛 就要常坐飞机 那每天你要工作嘛 你要坐车 其实我在坐飞机 我觉得我就会持咒 或者念佛 啊 坐在这儿 比如说拍英雄 我每天要古装化妆 大家都知道化妆 书头一个小时 我也在那持咒 那么以前 如果我没有 没有学佛教之前呢 我会说 哎呀你怎么这么慢 你怎么 因为我内心的烦恼 他们其实用的同样 都是一个小时 但是因为我内心的浮躁 持的觉得很慢 那我现在我就持咒 念佛 我觉得很容易 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有时候还觉得不够 真的 所以我就是修行 修行就是生活 我觉得佛法不离世间法 你每天都可以感受得到 只是你怎么看待事物 而事物并没有变 它没变好 没变坏 只是你的情绪在好和坏 当中的不断的起伏 这是我个人的体会 谢谢 我想在我们的访天的最后 我们用两分钟的时间 每一位一分钟 送给在座的朋友 你们心中最想告诉他们的话 好吧 有点解释 其实 我觉得 这个 信佛教也好 信佛法也好 不信也好 很多人有不同的宗教信仰 或者完全没有信仰 都可以 都没有问题 重要的一点 我真的很希望 传媒的朋友 还有在座的朋友 我把一句话带给全世界能够听到的人 这就是 众恶莫作 众善奉行 我想 任何一个社会都适合这个句话 好 李练杰送给大家 众恶莫作 众善奉行 师傅 今天 这场座谈呢 主要的是 让我们大家 来 认识一下 李练吉菩萨 他的 学佛的过程 以及呢 学佛的心得 还有呢 从 他的现身说法 来告诉我们呢 学佛有什么好处 学佛的好处不是明星 而是呢 让我们自己啊 来 用佛法 帮助自己 来用佛法 帮助他人 那 帮助自己 叫做修行 帮助他人 叫做弘法 那今天 我觉得 我觉得 我们 作为 今天参加 这样子的一个 圣会 我们 要感谢 李练杰的 来到 能够让李练杰 多讲一些 让我们大家 从哪个角度啊 来看一看佛法 认知佛法 正确的佛法是什么 我们 觉得 非常值得 这是很有价值的 一场对谈 谢谢 所以师父告诉我们说 用佛法来帮助自己是修行 用佛法帮助别人呢 是弘法 那问题是 我们心中一定要有这个佛心 也随时关照自己啊 他们两位 先用这样对答的方式 进行到这 我们再给他们两位 最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们给我们 那么多的人生启发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保留了三十分钟的时间 开放给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提问题 师父 李师兄 是这样的 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生死的问题 因为在我学佛的过程之中 我太太 在往生了 那对这个生死 我一直没办法去解释 因为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 那我也没办法去解释 说在生死方面不知道李师兄 或师父 能不能 我们是不是要去解释说 因为未来是怎么样 种种 所以发生的现在是 还是说就不解释 就放掉它 阿弥陀佛 在禅宗来讲的叫做 在了生吐死 又叫做 看破生死 能够看破生死 就能了生吐死 如果贪生怕死呢 那 那 就是痛苦不已 通常我们叫做 反复 就是在生死之中 就没有办法看破的 但是 我们要 知道一个事实 人出生的时候 他就是 确定 就是为死亡 没有一个人 不会死亡 呃 为什么 不愿意 提起勇气 来面对死亡 那大家是 这是个愚痴 这是希望 我们自己能够 活得更久一些 而且呢 执着 执着我们这个生命 就得蛮 蛮好的 呃 我们常常听着说 这好死不如歹活 那是 死的 死的痛快 还不如 这个 活着的时候 蛮痛苦的 还 活着痛苦 还比较好 为什么 因为不知道 死后会怎么样 因为恐惧死亡以后 呃 怎么样 不知道 就是死亡的可怕 是在于不知道 或者是根本不相信 自己死亡以后 另外还有一个 呃 呃 去处 如果我们 确定 呃 有两个原则 第一个原则 我们任何一个人 出生的时候 他决定 会死亡 什么时候死亡 呃 不知道 那就是 随时准备着死亡 那我们好好地珍惜生命 不要害怕死亡 那这一点呢 就把生死坑破了 第二点呢 我们这个死亡 生命 这是一个过程 生命 这是一个 这是一生一生的 一个过程 那我们这一生的生死 那这是一个 淡断的一个过程 我们有无量无数的 这个生死的过程 那么这个阶段 是很简 非常短数的 一个阶段 那过了以后 另外一个阶段 也会开始 那就不需要担心着 自己死亡以后 会怎么样 而自己的 还有一点 自己不知道 做了多少坏事 就把死亡以后 相信有的话 可能到地狱里去 可能 又变成什么 更坏的一个 一个环境出现 如果一这样子想的话呢 这个在复法来讲的话 你只要发愿 用愿心来帮助你自己 同时你随时都在念佛的话 那一定发愿往生西方 往生念佛求生西方 到极乐世界去 那在我们临终的时候一定会去 我知道 这个 李廉吉菩萨 刚刚在青海 修了一个破瓦法 那就是净土法门 他正修成功了 所以是对一个修行的人来讲 对一副法有信心的人来讲 是会看破生死的 是不会畏惧生死的 但是我们会珍惜我们的生命 对一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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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就像师傅讲的 其实生就有死 这是很自然的 大家都不管你是谁 都会面对 这跟有名有钱什么都没关系 有生命 包括植物都开始有生有死 那么有时候我经常拿 我喜欢比喻 经常拿电影比喻 有人说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如果你只拍这部戏 你将来没有再有机会拍戏了 这是我们说 我不相信轮回 我只相信有今生 我不相信有来世 我不相信有过去 这是很经常听到的问题 那么 但是如果你慢慢了解了以后 你知道生命 其实每一生就像一部电影 我拍了三十部 可能有三十四生命 那么你要看过去 很多人就是说我将来去哪 或者这也是常常有人问的 就是我将来去哪 我将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 那我其实佛精神都有 就是说今世 你看看你今生 所有的这个生活的机遇 你就知道你过去做了些什么 你今生做些什么 就可能有机会在你来世 显示出来 那我觉得我去学面对死亡 就是因为我想好好珍惜生命 我并不是说到死了以后再去干嘛 但是因为我们了解轮回 一个佛教徒来讲 你了解了轮回 所以我不想到了中阴界的时候 我做人的时候 我都没好好地去努力了解 我到了中阴 离开了我的身体的时候 我才去等待着这位菩萨接我 那位菩萨接我 万一我等错了 不是走歪了 所以我就是去学这个菩萨 我就是想面对死亡 无常每天都可能发生 说不定我明天坐飞机 已经回去摔死了 那么既然无常每天都可能发生的话 我为什么不提早的准备 准备好 从一个欢喜的心态去面对 所以我到来的时候我并不怕 我也希望我的周围和家人都不怕 所以我们才要分享这种经验 那这里想要请教那个师父和李师兄 就是说 对于刚接触佛法的人来说呢 要如何选择善知识 因为现在法师很多啊 如果不错 不幸那个跟错那个法师的话 很可能比自己修行的后果更糟糕 这样子 那所以要请那个师父开示 还有那个李师兄自己本身 也拜访了很多 到各地拜访各种秘宗啊 或者是禅宗大臣的名师 那我想请教李师兄 是如何自己选择 选择名师的善知识的呢 阿弥陀佛 选择善知识呢有两种 一个是善知识选你 善知识来选你 一个是你自己的 因你的因缘呢 来遇到善知识 我刚才讲的 如果你的一丈很重啊 就是善知识在你的面前呢 促进而过 你不会把他当成师父看 你不会把他当成名师看 他帮不了你的任何的忙 如果你的善根深厚 那名师就在你面前 而他随时可能他找你 这也是直接要去找老师 找到一个名师 那最好呢 先呢 我劝你们呢 先你多忏悔 多拜佛 多忏悔 多寄人缘 那你的一丈可以小一点 你的善根可以更深厚一点 那个因缘会成熟 如果老子想到 这是谁是名师啊 谁是名师啊 你老子找名师 你是找不到的 那你找到的大概是 这是 找到哪个名 这个名师 这个名师 那找到这个名师 不一定有用 好 多忏悔 多拜佛 多做自我反省 你连结呢 怎么寻找自己的善知识 善知识 我想最主要 看看师父的书 看看很多 这个佛教的书 你先了解了佛法 你看你遇到的每一个善知识 他们的一举一动 他们的行为 是否跟佛法是 说的是一样的 如果他们是一样的 那就是善知识 很多时候的障碍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 那么师父可能用 各种的显示来表达 给你一个启方 你可能误解了 这不是善知识 这是一个 这个师父 戴这个捞泪式手表 这不是善知识 所以他不是善知识 而是你自己 给自己有一个困扰 我觉得 对一对法本 对一对法本 法本上 你了解的越多 你越会找到善知识 或者你会生起自己的善知识 谢谢 吴明 问吴明 经过李连杰和圣言师父 今天的这一席对话 希望呢 过去我们曾经 因为我执太深 自我忠心 而被蒙蔽的这些智慧 藉由今天这样的一个访谈 跟对谈呢 能够让我们毛塞顿开 启发我们的智慧 我们也给自我祝福 好不好 祝福各位 欢迎订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